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蟲該怎麼辦 金駒大師五星國的作品蛻變 描述一位青年在社會中無所遁形 又被家人疏離的孤寂心境 五星國一人分事多角 且背著十分鐘的蟲殼唱戲 人保到未老 搭配多媒體影像華麗又不失傳統 基本上這個也沒什麼故事性 就是這個蟲 所以它非常干涉的一個小說 但是它在形容這隻蟲的那種無奈跟掙扎的時候 哇 把最下階層的心靈都解釋出來了 寫這麼一點點東西感動到不行啊 而且這麼深入啊 但是對表演來講太難了 所以我就想我可以用一種方式嗎 假如我認為我看完了卡夫卡的日記 了解了很多人在解說卡夫卡的家庭 它的職業 它的成長 它的思想背景 我覺得那隻蟲就是卡夫卡 所以我就開始把卡夫卡的人生也加進去 我們很感謝王一聖老師 還有這個聂光老師的兒子 當時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因為五星國希望這個科技 還是接近中國文化的這種協議 它才能夠跟傳統的唱片作打結合在一起 所以當時他很堅持用水墨 來作為全場的一種曾經劇場 讓這個角色他透過六個夢 跟六個生命的風景 然後表現出卡夫卡的這種心靈的迷宮 讓大家可以體會卡夫卡的這種 非常奇妙的這種文學的詩意跟他的浪漫 五星國變身蟲子 透過影像 物體 自身對話的方式展現演出 他非常推薦年輕人來看這齣戲 因為劇中的主角正反映著 現代許多青年世代的煩惱 他鼓勵年輕人應該勇敢奮鬥 不受社會束縛走出自己的路 記者溫宇俊 台北報導 裡面的敬佩文才能也要試圖 對 躍磯的總統 對 躍磯的小學